可以看到台電今天上午在高雄訓練中心舉辦專業項目競賽 而同仁們大太陽底下爬上大約9公尺高的電感比賽 模擬平常發生停電事故進行搶修的SOP 技術就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 體力也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要來試看看 因為活電就是最吃體力的 我就想要挑戰一下自己這樣子 好 可以看到無論是還沒滿20歲的心血 或是即將退休的資深老將 都在賽場上切磋記憶 看起來是相當的賣力喔 而據了解競賽活動舉辦到今年已經是第56屆了 而今年又有多達33個項目需要首腦並用相當不簡單 不過這次報名非常踴躍 共有上千名的同仁參與競賽 創下近10年來新高紀錄 不僅切磋記憶也成功展現台電員工的專業